在很多人看来,跑步本身,从来就不是一件有乐趣的运动,因为它充满了痛苦,口干舌燥,肌肉酸痛,汗流加倍,两腿发软。 但却还是有好多人,就是跑步上瘾,苦中做了,坚持跑步一年,五年,十年,一辈子。 那你为什么跑步?因为跑了,这些美好的事就会发生。 一,跑步,让你活得漂亮,遇见更好的自己,你开始跑步的理由是什么?或许每个人都不一样。 有人因为生活压力大,心情不好,跑一跑就斥放了大半的压力。 有人为情所困,跑跑步,游的汗水多了,游的内水就少了。 有人为了减轻体重,跑步或许是入门最容易的运动,自然成为它的首选。 有人在体检结果出来之后,意识到为了健康,我应该跑跑步运动了。 那么跑了之后,你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? 研究表明,在爱上跑步之后,人们的心态会朝着积极帮向发展。 跑步真正让你对跑步上瘾了。 不仅是身体的锻炼,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满足。 日积月累,跑者通常会呈现出更积极的气度和乐观态度。 跑到最后,不论你在做什么事,都想有所提高。 你做的事会更多,有更多精力去关心家庭,去努力工作。 生活中面对挑战和苦难,也有敢于克服的心。 你会主动去提升自己,无论是外在,还是内在。 长得漂亮是优势,活得漂亮是本事。 跑步最本源的目标,或许一为健康,二为快乐,最终得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而跑步,让你过得快乐,遇见乐观的自己。 冯唐说,冯会抱你,这种美妙的滋味,不会再错过。 如果有一天,你觉得负能量满满,那就去跑步吧,有多奋怒就跑多远。 将烦恼随着汗水流出身体,在太阳下蒸发掉,深吸一口气,你会感觉世界真美妙,生活还是如最初时那么美好。 只要开始跑,早晚都会与快乐相遇。 跑步的快乐,由内而晚。 当跑到一定时间后,脑垂体开始分泌出内悲态,产生愉悦感,身体则为轻快感散致。 你会觉得自己能永远这么跑下去,跑完后,身体松暖,心情平和,你会发现,生活中没有什么不开心,是刷一个十公里解决不了的。 如果有,就再刷一个,跑步的快乐,无处不在,跑步,让你不断企业坚持跑完心中目标带来的快感。 奔跑在一年刺激带来的美感,发现新路线的喜悦,认识新朋友的欢快。 跑步,还可以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。 跑鞋虽贵,但比起成千上万医药费,选择跑步,真值。 三,跑步,让你变得自律。 遇见优秀的自己自律,是一件让人很不舒服的事。 但同时自律又会给人带来想要的东西。 跑步也是一样。 真正热爱跑步的人,是自控能力超强的人,是心动上的巨人。 很多商界大卡喜欢跑步,除了跑步能带来一个健康的体魄来,跑步还能让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社会,保持清晰的头脑和拥有严格的自律能力。 优客工厂创始人毛大庆,2013年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。 他担心恐怕从43岁起就要预药物为罢了,恰逢当时公司开始推广全民体育运动。 于是他被迫走上跑道,在一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五公里时,那天晚上的我没有吃药,睡得还特别香甜,感觉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和新的境界。 就这样,从一公里开始,到五公里,十公里,直至第一个半程马拉松,与跑有擦肩而过,开始享受着自己的心跳。 第一次感觉到,自律,会给人带来那么美妙的感受。 四,跑步,让你活得简单,遇见真实的自己可能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。 现在参加马拉松的个年龄中,三十多岁年龄的人绝多,为什么? 或许你会说,因为他们差不多已经工作了几年了,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出来跑马拉松了,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。 在马拉松是一项极限运动,参加的人一般都会有坚持跑步的习惯。 那他们为什么喜欢上了跑步了呢? 是啊,当我们毕业,告别单纯的校园生活,没有了学校的庇护,工作的你要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,是非争议,常常让你头大。 你会感叹这个社会,好多人不守规矩,不讲原则,投机取巧,人生很复杂,而跑步很简单。 有人说,时间到了,你自然会选择跑步,因为当你的人生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,你开始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,知道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,开始认清现实是什么。 在跑步的过程中,你无需戴着面具,只有你和自己内心在对话,你能够发现真实的自己,你可以扔开一切烦人的,糟心的事情,安静的倾听你呼吸的起伏。 血液的轰鸣,和你的身体对抗,在马拉松在场上大家都平等的,只有水平高低,速度的宽慢,42.195千米的距离,需要每个人一步步跑完。 五,跑步,让你变得坚强,欲变努力的自己跑步,不是要战胜别人,而是要战胜自己。 村上春树说,而是处于极为平凡的,无名说是凡庸的,水准。 然而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,我超越了昨天的自己,哪怕只是那么一丁点,才更为重要。 在长跑中,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,那就是过去的自己。 坚持跑步,某种意义上就是训练出一个更加厉害的自己,比如跑马拉松。 它需要相当的纪律,实践,勤奋和决心,才能完成。 在长跑中所感受到的精神和身体的喜悦,也是来自于一种对于现实压力的解脱。 跑步让更多的人,成功地摆脱了过去的自己,喜欢上跑步,跑马拉的自己。 六,跑步,让你变得开朗,欲变有趣的自己一旦你爱上跑步,会发现你再也无法享受孤独。 因为一起跑步不聊过天,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有了,爱跑步的人聚在一起。 不爱说话的你,就让慢慢变成话了。 你加入一个跑团,有共同爱好的人聚在一起。 平时可以相约一起跑步锻炼,参加各种马拉松比赛,一起风,一起夜,一起赏路边的风景。 吐槽哥勒奇文意识,在这个过程中,你没聊得来,因为投人,或许你能遇到你的那个他,两个人互相督促和鼓励。 你会感受到了跑步给你带来来了太多生活中的美好。 还有什么运动,能有机会,以健身的名义,走遍世界各个角落呢? 马拉松让你全程领略一个城市的精彩。 如果不是因为跑步,你对城市的记忆,或许只停留在一壮壮钢筋铁泥堆砌的高楼大厦。 如果你爱上跑步,对一座城市最好的回忆是,跑过泥泥,见过晨曦,看过时尚,赏过古典,听过落叶,看过炯热。 七,美好的生活,就是爱上跑步的样子。 跑步,让你更长寿,研究者詹姆斯奥基夫说,如果你想活到90岁,仍然有一个好心脏,慢慢跑是最理想的运动。 跑步,让你交到一些真正的朋友,运动会让平时心思缜密的人们卸下武装,你也更容易用最真实的状态找到朋友,甚至另一半。 跑步,能让你更能感受到自然的美好,春的繁花似锦,夏的热情奔放,秋的清爽一人,冬天的寒风洋雪。 跑步,让你清楚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身体极限,对于什么是健康有了大体的感觉,因为健康是自己的责任,一直跑下去。 当跑步成为一种习惯,你或许不会去问我,今天为什么去跑步,因为跑步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 它就像你的一日三餐一样平常,美好的生活,就是你爱上跑步的样子。 那么,跑步之后,你遇见了哪些美好呢? 欢迎留言,邮箱622-001-178-QQ-COM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